不問問你 你有沒有做身體檢查的呢 你為什麼去化驗 去被人檢測這樣檢測那樣 有些人半年一年去檢測一次 檢測出來什麼呢 很多人都聽我常說很多很不幸的故事 譬如真的有朋友經常去檢測的 他半年一年一次 檢測都沒事的 醫生看過報告說他很健康的 但是一過了檢測就不妥了 馬上檢測出他是癌症 還是末期 癌細胞原來是可以隱藏的 一般的健康檢測是沒辦法驗身去檢測出來的 就是這樣 也有一些就是 明明他有癌症 明明他有癌症的了 但是他一直很健康 感覺有什麼不妥 但是一不小心去檢測 檢測出他有癌症 結果就是 你知道了 西醫當然是這樣的 就要他做撤除手術 要他做電療 做化療 然後就沒命了 如果他不去檢測 真是再活多50年都沒事的 真的 每次都是這樣 所以你說他驗身 要有什麼結果呢 譬如我聽到有這樣的事 在果食群組裡有一位組員 就有個親戚是這樣中招的了 這位不幸的朋友的樣子很漂亮的 有一個女孩子 每一年都做全新的檢查 都說沒事沒事很健康的 有一年就是一驗完之後 說OK 沒什麼 第一個月就覺得身體不舒服了 一去到醫院就沒期癌症驗了出來的 於是那個群組組員就教他吃素 吃素 吃素了一年 慢慢好起來了 誰知道那些不懂得健康的朋友就不斷跟他說 你吃素 現在都有氣無力 吃點肉 現在都已經好起來了 應該沒問題的吃肉 結果不到一個月 去探他的時候 這個親戚入了醫院 就沒有能力出院了 他的臉已經瘋了 根本就不像他以前的樣子 看著他 這個組員就很心痛了 這位他這麼關心的朋友 沒有堅持到吃素 就是沒有重視自己的生命 只聽那些人說 他根本就不懂得健康的人說 結果他的命都沒有了 所以你想真的健康 要是要研究 用心 要有信心 還有為自己健康 就去得盡一點 就是這樣了 在我們身邊 不斷都有這些不幸的事情發生 講起吃素 講起新的檢查 真是沒完沒了 有這麼多的慘劇 希望快點 多點人覺醒 我們長江哥帶來成班我們的團隊 就是希望將真相告訴大家 還有提供一些支援 讓誰想吃得真是健康的 可以來參考我們的意見 可以找到幫助他們真正走上健康大道的工具 食材 方法 如果你覺得長江講這些資訊有用 有價值 全給其他人看 就是捐些錢給我領導的全體 拜拜